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很久都沒有跟大家更新一下波蘇家族的情況 尤其是波仔,就是鄧耀星 今天剛剛有新聞,波蘇家族 在觀塘駱駝七大廈有一棟駱駝七的地鋪 被銀主,即是財務公司 就是全部接管了 為什麼銀主要自己接管呢? 很明顯就是見波仔馬來馬都買不到 不等了,接本回來就自己賣了 現在波仔應該買剩八松D億的資產 為什麼會這麼少呢?因為市值跌了 其實一定是資不抵債 現在他應該欠外賺三百多億 最後這八松D億的資產會怎樣處理呢? 我想包括銀行或財務公司 即是俗稱的銀主,都會自己收回來自己賣 所以現在陸陸陸續續見到很多銀主 就接管了波仔他們的物業 波仔他們有什麼做呢?其實是沒有什麼做的 唯有躺平等破產的 今集的鋪牌呢?我先講了駱駝七 整棟和街店的情況 接著就會更新大家波仔他們的處境 好啦,在未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的,請幫忙訂閱 請讚好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請幫忙看完廣告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陸陸陸續續的新聞 這篇報道是香港另一個記者寫的 不過都寫得挺有趣的 我讀給大家聽 他又是這樣寫的 市場同景美元應該是美國 他寫出了美元 美國在六、九月份開始減息部分 但是鄧成波家族似乎已經撐不住 其實撐不住了很久 不是似乎的 根本幾年前 我想是兩年前 已經確認到他不能回身 是撐不住的 現在另一個記者才說 現在撐不住 手上的物業不足輪运的銀豬盤 市場消息指 其家族旗下 觀塘駱駝七中森物有一個傳動 以及開源道60至62號 這個駱駝七大廈一籃子的地鋪 最近被銀主接管了 上述兩個物業 現在的估值大約13億 這個銀主應該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財務公司 因為之前 為什麼我記得呢 因為他早三四年的時候 他扔出了一個名單 那裡有百多項物業 其中一個 這個駱駝七應該是財務公司借出來的 除非之後他轉到銀行 否則英國人的銀主應該是財務公司 這些城洞或者街鋪 我都覺得比較容易賣 第一,為什麼呢? 因為駱駝七的位置也不錯 其實大家如果是熟觀塘的 由觀塘地震走下去 已經是駱駝七大廈 也就是地理的位置也不錯 波叔有哪些是不好的呢? 其實就是 李鮮駝那幅西貢地皮 說了 本來不想說哪間財務公司 不要緊 李鮮駝借給他 李鮮駝財務公司 就借給他一個西貢地皮 按了李鮮駝一按 當時李鮮駝借了一億多給他的地皮 一路都沒有工 由2021年開始已經沒有工 現在到達三年都沒有工 我想利息也挺貴的 你當它不多 你當它是十厘 一億來講 一年是一千萬 三年來講 你已經變成三千萬 現在地皮就不值那麼多錢 所以其實李鮮駝也可能糟糕 昨天陳冰智的車位案 有觀眾在留言區問我 現在財務公司收了一層冰智 這些車位 賣不回這麼多錢 因為一個車位是183萬 大家都知道 現在賣不到 財務公司會輸入獄 對,真的會輸入獄 你不要說李息 連本金都未必收回 真的會輸入獄 所以這一座落台七大廈 和下面的地鋪 我覺得財務公司都會輸入獄 好了,我們繼續看 新近論文這個銀主盤 其中一項物業 就是觀塘興業街1號 駱駝七中心傳動 物業在開園道和興業街交界 是一棟七層高的單邊物業 總建中面值8萬5千多呎 地下1樓是圍餐廳 2樓到6樓是寫字樓 物業的樣子就是上片這一座 回到資料 鄧成波家族在2014年 以10億零八千萬 賣入駱駝七中心傳動 曾經在17年的時候想放售 當時的意向價高達28.8億 不過還未獲成接 及後在2022年3月重新放售 當時的叫價已經下落到13至14億 在2023年4月份 更加將意向價調低到11.2億 一路都沒人買的時候 在2024年即是今年的年初 更加將售價下落到11億 即是差不多要賣入來的價錢 但很可惜還是沒人買 今天最後銀主都不等了 就接管了這個物業 另一項被接管的物業 就是開圓道60至62號 駱駝七大廈的第一座 地下A1、A2、B1至B3 第二座的地下D1至D2 以及第三座的地下 就是2號、3號連閣樓 總建築面積是28,494呎 這個物業在去年已經放售 當時的市值 估計回來是6.8億到7億 但一直都沒人買 去到去年2、3年的年初 一批就批到2億 希望就是2億買完了 最後還是沒人買 現在股價這批物業是值3億 即是現在股價都值3億 2億都沒人買 你想想現在的物業多慘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呢 現在這一堆地貨 都估計到3億 但是BOSS他們開架 開2億都沒人買 原因就是 很坦白說現在的店舖 的優勢都已經跌倒下來 而且很多時候 現在你看照片都變成了 周立倉 為什麼會做到周立倉呢 因為租不去 這個店舖租10萬好 租8萬或者5萬好 就租出去算數了 如果這個店舖這麼大 我相信以前起碼都20-30萬 你怎樣便宜呢 但是周立倉這些很便宜 可能是5萬元都租回來 頂住的位置 也不用太太酸 大家會有個想法就是 這些周立倉 會不會短租變長租 一定會 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拍例大盜 都有劫工製機 以前是金普 零售店 終於刺了很久 現在開始 以前金普的位置 就租了給這個劫工製機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劫工製機 你究竟可以花多少錢呢 你不會太貴 你的租金 所以你會看到 這些店舖的位置 表面是值3億 你估計是值3億 很可惜你賣出去 都賣不到2億 我想多少錢賣到 我想是要拆散賣 例如一些位置好一點 可能是賣到 一些位置不好的都賣不到 而且傳動 現在都很少人夠膽 即是傳動跟波叔買這個駱駝 駱駝 駱駝中心如何呢 我想最後銀主 也是要拆散賣 又不需要拆到很散 一層一層 因為他都說只有6層 7層而已 你算上地下 都說7層 地下那些 你可以當地店賣 可以拆散它 上面可能一層賣也好 半層賣也好 這樣罰費便罪便買了 這個銀主 這個財務公司 應該輸 我沒有查到 它是哪間財務公司 我記憶都是財務公司 那為何銀主要去接管呢? 很明顯是波仔卻賣了,卻賣不到 波仔卻不在賣,市場上也沒有人要 像駱駝七一堆的鋪圍一樣 其實你估計3億,波仔卻想要2億,2億也沒有人要 那最後還是要拆細買 銀主接管後比較彈性,就可以拆細買 如果波仔卻拆細,就要很長時間 現在銀主要慢慢賣 是不是接管銀主一定沒有風險呢? 未必的,這一批屬於優質 你可以拆細買,就算是優質 那哪一個糟糕呢? 高揚亞洲就接管了海賓廣場 海賓廣場告訴你,整棟基本上沒有人要 你想想,海賓廣場放了什麼生意 那時候波叔打算擺放中學的學校 或者叫醫療中心 但坦白說,醫療中心一定不會 醫療中心一定是旺區 中環、旺角等醫療中心 怎麼會走到海賓廣場去搞醫療中心呢? 學校更加不會,因為以前有會考 有A級好就多了學生 會多了一個考試,學生多了 但現在DSE,即是中學六年之後 就去讀這個大學了 所以就少了一個考試 所以現在很多補習社都收拾了 所以現在學校的需求也不太大 加上這麼多人移民走走 基本上現在都要殺校 別人說做學校 所以海賓廣場雖然被銀主接管了 還是銀主都很頭痕 即是租就租不出,賣又賣不去 我想真的放在這裏 你說是否便宜,可以放在這裏 我覺得你怎麼便宜都走不了 因為別人買回來也沒有用途 好了,剛才也說了 現在波仔應該收取市值 100億比較鬆的資產 今天負債300多億,明顯資不抵賺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們的鄧成波家族買不到 銀主就會接收來自己賣 銀主賣不去,賣不去就是這樣 唯有是局書 其實鄧成波家族其他物業都是賣不去的 譬如有些酒店 我相信這些物業 陸續續銀主都會自己接管 波仔他們都沒什麼好做 自己賣不去,銀主就接管了自己賣 波仔現在躺平了 那些銀主賣完 一定是資不抵債 你會告他們 他哥哥和鄧耀星都要破產 那故事終於落幕了 所以現在波仔唯有的做法 就是什麼都不管了 躺平了 等你告,告你破產 他們都準備破產了 坦白說 這條路都沒得走 已經是死症了 不過這次鄧成波整個家族這件事件 他的家族當然是輸了 未必輸了 一定是收起來了 你表面是輸了 但問題是輸得最嚴重的 其實是銀行和財務公司 輸了很多錢 根本就像你那間銀行 接了那個海濱廣場回來 你覺得他賣得到嗎 我覺得這個死場 你賣不到 你別說幾億 連一億賣出去都沒有人要 你誰會這樣接 他一億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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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變成死貨 所以有很多東西都是賣不到的 銀主自己收回就算了 沒有了 其實這件事 就不只是鄧成波家族 現在其他炒家 同樣是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都說了 內心等到九月 應該九月就有很多名字 以及很多公司名字 大家會看到出來 九月的時候 大家記得買了一包大花生 因為你們已經買了一包小花生 我怕你們吃完了 待會吃完了 有要到街上買過 買了幾包大花生 慢慢剝吧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好戲了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睇 拜拜 我家在跟你們說 你也會看到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你也會看到 我會看到 你也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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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